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会说 自己是看布袋戏长大的 而就算不是戏迷 也一定听过肃还真这个名字 从传统舞台上的一尊戏偶 到后来进入电视布袋戏时代 单纯的演出形式越来越复杂 兵器服装也越来越精致讲究 最近在台北市的华山艺文特区 就有一场布袋戏展览 强调所有的展出品 不只是Made in Taiwan 而是Create in Taiwan 这一项成长于台湾本土的文创艺术 未来还要进一步变身 向国际级的影视娱乐产业看起 标科繁复华丽的布袋戏台彩楼 搭配八寸藕的掌中戏 是古典布袋戏最为重要的戏台形式 一百多年来 圣诞寂寞丑依旧在舞台上扳演 在台湾布袋戏以电视演出的方式 开创出新纪元的武林世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台湾本土文化的布袋戏 会记得华山文创园区 看霹雳奇幻武侠世界大展 一口倒进千古式的布袋戏口白 三百六十度环场口影 搭配上动画声光效果 在台湾经营超过二十年的霹雳布袋戏 将它从金光时期带入了 现代科技的影次元 在玻璃上替上调光玻璃之后 当它在不通电的状态 它是物状的玻璃 它就直接可以用被投影的方式 把我们关于这个境界 死国的这些影像去做呈现 另外一方面 当它在一个通电状态的时候 它又变成一个透明的玻璃 这个透明的玻璃就可以一窥 这个死国的场景里面 我们所设定这个黑白的世界 以布袋戏为主题 结合台湾科技产业 这个展览强调的是 CREATE IN TAIWAN 而不是MADE IN TAIWAN 因为自己本身有原创的剧本 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些剧集 有我们自己创作的这些很棒的 创作的这些兵器 所有我们看得到的都是创作的 不论是不是戏迷 大概都听过它的大名 素环珍 霹雳布袋戏的第一男主角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服装造型 都是这些布 这个整个设计都是非常美 然后它的这个纹饰本身 也符合我们一般所谓的 小生的一个版 那这个是最新的 其实这一尊素环珍 这是我们做出来 为了展览特别做的 那这是最新造型 目前还没有上戏 只有在这个展览看得到 现场更是一次展出 不同时期的素环珍 也看得到戏友 随着年代所进行的演变 一九九五年代的素环珍 以及分身和现今的戏友 在外形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那时候戏友的尺寸 没有这么高 然后头的比例也比较大 眼睛特别的大 然后它的衣服还有贴亮片 所以它整个就是我们看到说 以前野台戏 金光时期的这种风格 还很浓厚的在这边看得到 时至今日戏友的外形 趋近动漫风格 已经看不到传统的影子 这个戏友本身第一个 几乎都是九头身 国际model的这个标准身材 所以在造型美学的这些想法观念上 已经随着时代 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那当然这个也跟我们在镜头之下 到底哦怎么样呈现 它会最漂亮 其实慢慢慢慢都抓到一些经验 去做演变是有关系 细长的眼型 挺拔的鼻子 修长的脸蛋和肩下巴 在电视镜头下显得特别具名 荧光幕前的戏友 不只反映了不同年代的审美观 和电视制作的需求 也反映了布袋戏背后运作 所建立的产业和人才 光是戏友的制作 就有角色设计 藕头雕刻 服装造型等环节 还有一个独门行业 就是将戏友在举手投足之间 展现出生命 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操偶师 或是说看到摄影机大哥 是帅哥的时候他会害羞 这样子 等于说人就 我就是这个戏友 然后我把它戏 我们人会呈现什么动作 就融入在戏友的表演当中 资深操偶师林魁斜 特别擅长女偶的诠释 强调人偶合一的他 灵感来源是家中的老婆大人 他才有说骂人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他才如果在娇弱的时候 骰呐的时候 就我刚讲的害羞的时候 会不好意思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有时候会有搭肩 然后当它升去的时候 偶尔会有这种情绪的产生 虽然布袋戏演出已经相当现代化 但是操偶的基本功 却仍是采取师徒制 还得经过三年六个月的养成 尤其现代化的戏友尺寸拉长 想要操作 没有扎实的训练 本能让戏友活出生命 食指伸进去 这样子掐住他的脖子 食指伸进去 对对对对 这样掐住他的脖子 然后里面有个扣环 有没有 扣环是这样扣 扣名指勾进去 中指跟小指 扣住他的外面 他跟你说他都 Hello 然后偶尔可以这样飞纹 做个飞纹给他 做个飞纹伸出去 你要跟他说I love you 可以吗 你跟他说I love you 拿酒很重 他一退伍就加入 霹雳布袋戏的行列 练习基本功的过程 就像蹲马不一样 辛苦但是不可或缺 最基本的比如说我们拿木耳 一定要举高 因为表演他有一个平台 不能穿帮 那木耳再举高的话 最基本的第一个木耳 要拿的正拿的直 然后再来的话 就开始学基本功 比如说他的走路动作 步伐行进的步伐 这样子动 行进步伐完之后 开始就要练 比如说左手右手的动作 然后再来头部的动作 再来就是一整个连贯 全部合在一起 有了这些扎实的训练之后 才能开始学习更细腻的情感表达 动作就比较斯文 可是他有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甩起扶尘 比起很大的动作 当他在沉湿的时候 眼睛就会闭起来 做转动 做思考 电视演出里 这些一闪而过的兵器 亮相不过几秒的时间 却在展览中获得许多回响 每一件兵器的可看性 和稀有相较起来毫无逊色 这些兵器幕后的操刀手 就是兵器师 他们将看似平凡无奇的各种材质 幻化成这些美丽又精致的兵器 用火烤 这个可以用火去烤 然后叼那个形之后 冷却之后 就这样子了 你要叠出这些厚度的话 我们可能要叠好几层 对布袋系近乎痴狂的实性意 完全靠着热情支撑着这份工作 平均每两周 就要制作出四到五件的兵器 同样一件兵器 要做一把本尊 一把副尊和两把替身 因为本尊的话就是 木耳就是拿在手上 在打的时候 可是如果替身的话 替身是剑是要拿来丢的 就是有时候你看木耳持剑冲飞出去 冲飞出去的时候的替身 就是下面不用做 只要做到这里就好 那另一个替身就是整个都要做出来 因为它可能是一把剑在天上盘旋 或者是丢 直接丢剑在那边飞 的话一定会看到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替身就有两种 担任兵器师二十年 制作过将近六百件兵器的实信衣 只希望 这些美丽的兵器可以有多一点亮相的机会 很多都是到角色死掉了 都还没有看过那个长什么样子 我就会觉得好可惜 霹雳布袋系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电视布袋系制作模式 而这项台湾本土文化所滋养出来的产业 已经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文创本身最核心还是在于它那个创作跟创意的内涵 所以先有了创作之后才有你的内容或者你的商品 并不是有了创意它就能够有了产业 也不是有了作品它就能够有了产业 你从一个产品到一个产业的过程是很长的过程当 二十多年来从单一的布袋系剧情 逐渐走向各式周边商品的开发 更跨足电影市场 下一步还瞄准国际级的影视娱乐产业为目标 我们这一次做这样一个大型的特展 其实关键就在于说我们要去开始挑战做这个尝试 Universal Park这种形态的这个游乐园区 你本身的这个文化主题性内涵主题性还是要非常强烈 而在这个市场上有所区隔 从台湾本土出发 霹雳布袋系已经走出相当成功的文化产业模式 下一步能不能攀上另一个武林巅峰 值得期待 除了单纯看戏之外 还有人对布袋系到了着迷的程度 下个星期的独立特派语言就要继续为您介绍一群同好 他们因为热爱布袋系而聚集在一起 大家共同创作 相互分享 让布袋系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看局势说真话 独立特派语言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周再会 这是一个关于纯粹的热情和梦想的故事 七个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戏迷 不只风布袋系 还动手玩起了自创 喜欢布袋系木偶 就做一支属于我们自己想喜欢的 然后第一支开心的钥匙 然后结果第二支第三支一支支出来 到现在就欲罢不能 这个团队的自创木偶 不为贩售 纯粹分享 他们各自各自的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让我非常佩服 就是他们不太在乎的 他们只在乎分享 做工精致的木偶 不再只是玻璃厨窗内的展示笔 三妹堂是我第一次有机会 实体操作到木偶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棒的团体 纯粹的喜爱 有了纯粹的创作 带来纯粹的快乐 初衷没有改变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要玩得快乐 一开始是我们七个人自己要快乐 到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带给更多人快乐 官将手是佛教的护法将军 脸谱以青红蓝三色为主 阵头不法阳刚 气势折人 蓝色脸谱的曾将军 一大一小却是一尊真人 一尊木偶 另一边绿色脸谱的笋将军 则是由木偶和真人同台对招